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ity Sangas 今天又久违要来做开箱啦 那这次开箱的主题呢就是我手上这一个 现在好像在网络上蛮红的 因为它广告单蛮凶的骨盆枕 那这个骨盆枕呢在之前呢 都好像是随书附赠有一个充气式的骨盆枕 新版的那种骨盆枕 它是直接就做好一个形状的 那这个骨盆枕呢花了我差不多快2000元 它号称呢可以改善驼背 腰痠被动 肥胖等等问题 那它的使用方法就是躺在上面 只要每天躺个5分钟 你的骨盆问题就会完全被改善 那这种广告又是一页式广告 其实跟上次那个分子套一样 是同一个厂商做的一页式广告 那我先来使用看看它的两个方法 第一个它说可以改善腰痠背痛的方法呢 是把这个骨盆枕这样子放 直的去放在我们直觉去做伸展 它是这样子做的 它是这样 我既然开箱过另外一个也是这样放在背部那边 然后用一个拱形的这种设计 去伸展背部是这样子 它是软垫 所以这个伸展起来会比较舒服 但不适合直接放在腰部 因为腰部这样放的话 通常会给腰部过度的压力 我们的腰那边旁边是没有肋骨去做分担压力的 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胸椎的话 它旁边是有肋骨分担压力 所以你这样去受压就不会压力那么大 反正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所以你可以放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胸椎这边 但不要放在我们的腰椎这边 那这个做法是可以的 就是像我这样子去伸展胸椎 然后再去找位置去伸展胸椎 然后把手抬起来 这个方法是OK的 但这个方法呢 减缓腰痠背痛还行 还行就伸展嘛 好它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子靠着 然后呢这样左右去抖一抖 其实就做运动啊 可以改善骨很问题吗 因为上面有个评论呢是他自己打的说 每天抖5分钟我的肥肉又不见了 我相信这些是没有人会彩性吧 我老实说这样子做还行 这样躺着然后这样左右抖一抖 当作是一个运动 但是要拿来改善骨盆问题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 这个是因为要是我要处理那种 骨盆问题的患者的话 我不是只去用腰而已 而是要去把整个髋关节啊 大腿那边的肌肉全部放松 所以我处理问题会在这里 大腿髋关节这边 它并不会只是在腰部这边动一动 它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他拿来做运动可以 但是骨盆问题改善 觉得应该是有限 可能可以动一动让你比较舒服 那第三个用法呢是把它做在这里 把这个朝上然后做在这个上面 然后去这样左右动一动 其实就是动一动锻链核心 也算还可以还算不错 但是要说改善骨盆问题的话 应该就是运动吧 很勉强很勉强说改善 可能运动就会改善一点吧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产品会想说 每天躺个五分钟就是不动 就会比较好 但它其实是一个运动的辅助用品 我觉得它在台湾呢被叫做骨盆枕 它的原文名呢叫做 就是运动软垫 我猜那个是台湾骨盆枕 是给它硬加的一个名词 因为他们那家厂商好像觉得 只要加上女性喜欢的 假胯宽啊 减肥然后骨盆歪斜 这几个词下去 所以有改善 你都会感觉比较好 而且它除了这几个脊椎的动作之外呢 它这个设计也可以拿来做腹肌的训练啊 或是做一些夹腿的动作 像它其中一个是这样 把它扶在后面 算是做卷腹的感觉 别用到错误的肌肉去做动作 这个呢我也觉得还可以 那像刚刚那几个脊椎伸展的动作呢 我觉得这个软垫的表现 会比之前那种塑胶版的表现还要好很多 因为它是软垫的 所以伸展起来比较舒服 当然是老样子就是 腰和脖子这两块 不要直接去做伸展 你可以弄到胸椎的部分 做这样的伸展都还算OK 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但是腰和脖子那边 比较容易会越做越 同时有些人会通到发炎起来 所以不适合这样弄 那它的说明书呢 这么一整本 它其实根本就没有标榜说 它可以拿来广告用词上面 所说的那些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运动用品 就像是我们拿来雅琳 广告宣称说它可以变得很瘦 骨盆会变小 但当然可以这样说 看你怎么使用 但是它实际上是要用才会有用的东西 它并不是一个你买了 然后放在那边 或是你每天躺那边不动 就会变瘦这类的东西 好不好的话 然后我觉得它平分来说 可以给它七分差不多 刚刚用词来说的话 它非常夸大 所以它的广告 再扣个一两分吧 可能就五分这样子 另外就考虑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要两千块 这个东西如果你有在用的话 那两千块我觉得你是花的值得的 勉强可以用 我自己会拿来用在做腹肌的训练 还有一个部分是可以拿来 当做椅背的靠垫 那部分的话 如果我觉得做一些比较烂的椅子 然后让自己不要后躺的靠椅背 那也是有帮助的 那它其他部分还有一些练胸的运动 还有练腿的运动 我觉得那几个就实用性偏低一点 因为它并没有阻力太多 它的阻力就像是这样子 算是偏有限的 所以总结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设计算良善的运动用品 说它是骨盆枕呢 它并不是枕 并不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运动用品而已 好啦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希望我再开箱什么奇怪的产品 他在跟我说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